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引发资安疑虑 国安局日前争获共军在抖音置入文宣 进行统战宣传 另外在台中也出现 疑似是抖音在台湾设立的分公司 并且违法从事业务 不过抖音国际版TikTok 昨天以书面回复表示 这是不实消息 TikTok在台湾并没有设立分公司 而陆委会已经交由司法机关来占办 行政院命令禁止公部门下载使用抖音 不过现在却传出台中市出现一间 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 是今年十一月才核准成立 疑似是抖音在台设立分公司 并且违法从事业务 抖音国际版TikTok以书面方式回复平面媒体表示 这是不实消息 TikTok在台湾并没有设立分公司 根据了解 该公司原先是深阳国际升级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是由经济部审查并合发核定书之后 公司在减负文件向台中市府申请变更登记 并不是桥外资或是录资公司 不过陆委会表示日前司法已经积极主动查处 偵办 由于抖音有共军投资持股 国安局日前就争获疑似共军在抖音置入文宣 加强统政宣传要各部会注意 尤其是国防部 抖音在你没有开手机的时候 在看你所有一条一条的讯息 这个是实质上会发生 而且正在发生的 这个势必要做出行动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中华民国 其实民众他有自己的智慧 以及判断能力 美国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州 采取向台湾类似的行动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更提案 T-TAC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应该要全面封杀 实施全美禁令 记者综合报道